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師師師師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師OK小夢玩遊戲是生文幻想 那3集呢我們的鳳鳴村遭到了禁的襲擊 那中博為了救鳳鳴村只好犧牲了我們的山 可是鳳鳴村還是破神的非常嚴重 然後我們主角的家人不知道有沒有幸存 所以我們現在的祖先任務就是尋找家人 所以你需要幫手快去幫忙 對神靈前進為什麼卻要受到如此天法 神靈啊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 救人嗎裡面還有人嗎 關飛行什麼事啊 估計應該是去了 那個時候有個大師我躺在那個房子的 門口 是他一定是因為他的關係 我們才會受到神的懲罰呀 你這個小再興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們 然後我發現我們的鼠標是不是換顏色了 因為二月二號有一次更新的 因為二月二號有一次更新的 阿川 阿五 你們在哪裡 滾開 村子都毀了 你還想給大家帶來更多的厄運嗎 我們也是有家人的啊 這是 是 被我問我 太極的死體 呃 太極的死體 太極 太極 不要嚇唬我了 你快起來 求求你快起來 你 你究竟在對神屬話 躺在那兒的 明明只有南國家的希爾 太極是山上的神靈 他为了保护汐儿而牺牲了 就在这里 你真的看不到吗 你 你这是着了魔法 不要靠近我 不要靠近我 太极 太极 怎么会有这么多死伤 阿妩阿娘小辈 求求你们 千万不能有事 等一下 这款游戏做的真的很不错 就是灾难的那个 对我做出来 OK 我看一下 阿邪恶有事吗 邪恶勒 邪恶 我们先去另外一边 这么多人 怎么就你这灾心完毫无缺的站在这儿 造孽 真是造孽呀 佳和树的屋子 不 不会的 你们在哪里 佳和树就是对我们很好的那个大树吧 就卖东西给我们的 哇 直接压扁 别闹了 别闹了 你醒醒啊 是什么 要是早知道咱也没办法和好 我昨晚 昨晚才不会跟你吵架呢 com 神灵不见的话 神灵不见就是为了保护村子的村 村民们 我求求你回答我呀 回我的话呀 好 另外一边的话 有一个镜摊号 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个 哦 原来是物品 天赤之音 好 继续走吧 然后我们 配新的房子 我们最后再进去 我们看 村子都回来了 儿子 你哪里去了 啊 为什么 我们非要遭受这样的劫难 啊 承担点 我先存得到 好 我们先把这边的 所有的NPC的对话都对话一次 才会降下灾伐 那么多人被你害死了 你还敢继续在这里游荡 滚 给我滚得渊渊的 阿晋 阿晋 回答我呀 听说你不会丢下我的 阿父 阿娘 念四叔 阿星 你怎么回来了 没被为难吧 星儿 你醒了 觉得怎么样 快 让阿娘看看 我没事 阿父阿娘 是念四叔救了你们 可无恙 没 没什么大碍 只是你阿娘 手就热了点伤 星儿 北北 北北她 小北她怎么了 小北她怎么了 对了 她怎么没和你们在一起啊 啊 清儿 北北她 她没有出来 阿娘 你说什么 都怪我 没有拉紧她的手 不可能 小北她 她还困在里面 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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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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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哥哥的声音了吗 小北 你听到哥哥在叫你了吗 小北 小北 阿行 抱歉 我感到的时候 房子已经 后来大家好不容易救出了村长和秋娘 但许多人都 我不相信 小北 小北 小北会没事的 她怎么可能会出来 她 她一定只是害怕躲起来了 她正在等我们救她啊 小北 小北 你在哪里 你快回答哥哥呀 小北 小北 够了 小北 是小北没扶手 她没来得及逃出来 她已经 离开我们了 你与其在这里白费力气 不如去多救几个人 整个村子 还有很多人需要你们帮忙 她们全都等着救治 阿父 你的意思 想放弃小北 小北是生是死 已经很清楚了 可是 找到头石了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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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醒一醒啊 为什么 石头 石头 你快起来打我 你不是最讨厌我 不是说会恨我一辈子 为什么 妈 是我妈 咋的又是因为我 神灵啊 为什么 为什么要拖走他们 我才是最敢消失的那个呀 啊 孩子 你没有任何过错 相反的 你的存在 没有人可以取代 怎么会发光 怎么会有光 啊 你看 那是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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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 太好了 太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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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 哭得像个娘妈一样 阿娘 阿娘 你不要丢大我 师傅 这志怀 大叔 你撑着点 我去找南先生 大叔 你怎么回事是血 你别吓我 水 水吗 大叔 你等等 我马上去给你 拿些干净的水来 大叔 你别动 我先帮你止血 大叔 我弄头你了 对不住 你忍一忍 阿星 我大概活不着 大叔 你胡说什么 你现在不是好好的 别乱说话 本来还想 等建议更加精进一些的时候 与你去地路闯闯 阿星 抱歉 我恐怕无法新手我们的承诺了 大叔 你先别说话 我会救你 我一定会救你的 发凉了 为什么不发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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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星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今日救你 祝你 是我心甘情愿 答应我 我可责怪自己 否则日后拥命相见 我可不当你是兄弟了 好兄弟 你欠我的酒 我会在黄泉那里还 不 大叔 我要救活你 我可以救回你的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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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好 你 有 你 有 有 有 你 有 有 你 有 你 你 你 为什么 你这个祸害 离我的孩子远一点 要不是你 阿毛怎么会死 本来还以为 你有什么本事可以救人 原来只是个骗子 为什么你要害紫大树 今天村子会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你的缘故吧 因为你 神灵才会舍弃我们 将获整个封明村 我就知道不该让你下山 不该让你参加挪迹 不要再和他多说了 把他赶出去 别跟他谓话 对 赶出去就是 快把他赶出去 赶出去 没想到最终 你连大叔也不放过 再不离开 小鬼 我们不客气 是的 还不走 那就为我的宝贝儿子偿命 住手 星雯 这是什么 这只野兽的模样 是凶生奥狠 这就是奥狠 又是你为啥 是奥狠 小黑星 我应该教过你 被欺负就要反抗吧 宗伯 什么 小赛星叫他宗伯 奥狠 这个模样 不会错 你终于出现了 封明村的男儿 务必将此凶 拿下 阿父 这些年来 宗伯并没有害人 他还帮我们村子 做了许多事 一定是哪里弄错了 你 没想到你当真 在包庇这只凶手 你被奥狠迷惑了吗 村长 不用与他们多说 这个村子说不定 就是凶生奥狠 和那小子一起毁掉的 我们必须斩草除根 唉 没想到最后 还是逃脱不了 这个结果 蒲方 这孩子心性如何 我相信你最清楚 既然你们容不下他 我将他带走了 另一个继承者 就是他吗 生死之门即开 这个世界将归于虚无 还是重生 就让我见证到最后一刻吧 这只婚 我不明白为什么努力了这么多年 最终 我却连最重要的亲人和知友都无法保护 这只婚究竟是什么 神医 又想要告诉我什么 是老头子没用 这位指环虽是西语所施的 却选中了你 我相信 其中必有深意 这是我在 经落下之后 捡到的 他似乎 与你的指环有所呼应 这三者之间的联系 就交由你去寻找了 这三者之间的联系 这三者之间的联系 还可以继续努力吧 虽然村里已不待见我 阿父也不了解我 但是 一次不行 就再一次 知道我有足够强大的力量 能够保护和拯救我所珍视的人 总有一天 小飞香 你一定可以的 宗伯 西语 我想前往帝都面见帝君 我和大树的理想 我心中的疑惑 唯有到帝都 方能得到实现和解答 小飞香 西语和你一起去 小飞行 我与他 若丧 在此地的约定 也已结束 从今日起 我会与西语一般 成为你的誓约神灵 在你身边守护你 山神爷爷 你的伤 小鱼儿 老头子死不了 好 只要休养一阵便好 以后有需要 就叫老头子吧 大树 我要去帝都了 也许前方路途依旧艰险 但是 我会替你去看看帝都的繁华 和外面的世界 若能拜见帝君 宰府谭靖 和神将大义 我会告诉他们 曾有一个建议出众的人 是如此向往着 能成为他们的麾下 好 每位绳子可以带来两项能力 其一为增强招式系统 其二为战斗中 玩家可透过对应的攻击系统召唤 神指登场 超过路连系统 每当达到一定的增3% 就累积路连点数 当集满点数 且奥痕等级符合 在玩家的形状结束后 即会召唤神员奥痕 神员奥痕 神员奥痕 好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吧 这下好像是蛮可怜的 好了 好 那 挺想新神子 今后老头子会一直陪着你 协助你 你若遇到困难 随时可和老头子商量 好哦 怎么办 你 总伯 你说与神巫若丧有回约定 莫非你常说的那个 关于巫女与凶兽的故事 主角就是 ……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我 和若丧ástico 当年 大义除六兄之后 元气大伤 却又突然传出 有恶兽四处识人 依其地 遂命风鸣军处征 若桑塔并不喜欢宫廷内的生活 便自请随君 而我们就是在一场围猎中初次相见 若桑塔与一般的神无不同 是个如同烈焰般张扬而美丽的女子 我顿入牢山时 风鸣军也以马困兵发 他竟不顾自身安危 独自入山巡逻 期间我与他交手多次 渐渐被他所吸引 后来就如同我故事所说 他发现我并非识人真凶 但又无法说服你祖宫回帝都 于是便与风鸣军一起 留下建村 而我则以人形之子 跟着他一起融入了凡人的生活 可惜 无闲之血注定造药 我倆还没有足够时间相伴 他便离开人世了 风伯 你说与神物若丧 好 那我们这期到这边结束 希望我们能不能忘记到我频道 除非放在图片按个订阅 欢迎到粉丝按赞 以最终最新消息 旁边的铃铛记得把它打开 我更新之后 随时的新影片 我们这个时候第一手消息哦 谢谢大家这一集的收看 谢谢拜拜